会参加大S婚礼吗 王小飞的大S婚礼 2009年 在王小飞生日会上 作为女友的张雨琪 竟直接将蛋糕扣在王小飞的头上 没想到 王小飞也不甘示弱 当着众多好友的面 两人还动起了手 追赶途中 晕晕乎乎的王小飞气冲冲地跑出了门 没想到 一头撞到了路边的鸭路鸡 造成右腿粉碎性骨折 这是惊动了王小飞的妈妈张兰后 直接给张雨琪600万的分手费 让她离开自己的儿子 谁知 张雨琪认为她管得太多 两人直接吵起来了 但身为男友的王小飞 非但没有为张雨琪说话 还让她接受母亲开出的条件 两人好聚好散 张雨琪尽头也不回地走了 没多久 王小飞和大S闪婚 当时就有记者问 张雨琪会不会参加大S的婚礼 张雨琪全程白眼装作没听见 但记者仍不死心 接着追问她 张雨琪还是没有理会 直接扭头就走 在王小飞结婚不久 张雨琪认识了白鹿元的导演王全安 她迅速闪婚这个大自己22岁的男人 这段感情还一度被外界认为是她对王小飞的抱负 而她站出来表示 自己并不看重钱财和颜值 还说自己第一眼看到王全安时 就已经认定她是未来孩子的爸爸 然而在婚后 一向很刚的张雨琪经常被媒体拍到 夫妻二人半夜在街上争吵 张雨琪还会直接开车 别停王全安并怒踹对方车门 就这样 张雨琪的这段婚姻也走向了尽头 一年之后 张雨琪又与坐拥十亿身价的袁八元闪婚 但婚后 袁八元就露出了真实面目 她根本不是什么富商 甚至还对张雨琪的私人财产打起了主意 面对这样一个厚颜无耻之人 性格火爆的张雨琪 哪能忍气吞声 一气之下 用刀划破了圆八元的后背 然而没想到 张雨琪的这个举动 却引起了全国妇女的欢呼 直接涨了几十万粉丝 张雨琪不仅对自己的婚姻十分豪横 面对看不惯的是 她也会站出来打抱不平 当年 八爪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张雨琪直接晒出一段视频来dis渣男 在接受采访时 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 是我干的 怎么了 那你发这样的微博 你传统会不会给你一些劝课 他们管不了我的 张雨琪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2002年 张雨琪签约到周星驰的新辉公司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第二年周星驰的电影 功夫 定下的女主角 竟然不是自己 而是周星驰新签下的大二学生 黄胜一 功夫 上映后 直接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 黄胜一也凭借雅女的角色 一炮红 甚至成为当时最火的新女郎 而反观早一年签约的张雨琪 却仍处于无戏可拍的境地 此时两人境遇天差地别 然而 2005年 黄胜一私自接拍了 男人装杂志封面 惹得周星驰大发雷霆 因为他给黄胜一的定位是玉女 这个封面照片一出 黄胜一的清纯形象近毁 但他丝毫没有悔过的意思 还单方面宣布和心灰解约 并委屈地向媒体控诉心也的罪状 当年这场官司闹得沸沸扬扬 双方撕得很是难看 所以周星驰至今也无法原谅黄胜一 而此时 在角落里默默无闻的张雨琪 终于迎来了他的春天 2006年 周星驰筹拍《长江七号》 这才想起了 在公司打了好几年酱油的张雨琪 第二年 《长江七号》上映 张雨琪凭借袁老师一脚爆红 成为新一代的新女郎 但不知是不是被爱冲昏了头脑 张雨琪也犯下了和黄胜一一样的错误 私下接了王权安导演的电影 《白鲁元》自然引起了心灰公司的不满 张雨琪顺势提出解约 但与黄胜一在处理问题上不同的是 张雨琪大大放方帝 承认自己违约 并痛痛快快赔偿心灰247万 双方都保持了体面和克制 这件事发生后 张雨琪一直感恩心爷的提携之恩 两人一直保持着一时一有的关系 当周星驰陷入舆论风波时 张雨琪也是挺山出力挺周星驰 2016年周星驰愁拍《美人鱼》的时候 觉得角色中李若兰的气质和张雨琪很像 便打电话问张雨琪能不能出演 并坦言这个角色并不是一个好人 当时的张雨琪还在国外拍戏 但在接到心爷的电话后 他一分钱片酬都没要 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虽然都是和公司解约 但相比较下 张雨琪的做法明显更有原则和体面 也难怪他能够得到心爷的谅解 感谢观看